从羊果到羊康 我们经历了什么 活龙开始不舒服 然后开始发地烧 当时还觉得 可能是不是感冒 因为那个时候 还是比较早期的时候 但是后来 从我的发烧症状来看 我应该是羊了 忽然觉得身上有点痛 我身发冷 然后一测体温 发烧到38.8度了 然后我就发现 我自己中招了 在群里面说他们羊了 我想他们就羊了 我肯定羊了 然后测了一下 37.7了就羊了 穿了很多衣服 但还是感觉很冷 然后我测了一下体温 有一点低烧 因为外面都买不到试纸 所以也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羊 第三天就开始发高烧 然后到第四天的时候 早上退烧了 但是到晚上 它又有点反弹的迹象 第三天的时候 我就出现了一个头疼 然后发烧的一个迹象 邻居有幸提供了一个试纸 我测了一下 是两条杠 这时候我才确认自己羊了 首先是感觉自己有点发烧 然后就是浑身疼 特别是头疼 头疼欲裂 属于比较轻的那种吧 烧了一天吧 然后第二天就好了 吃了点感冒 你已经基本上就成硬了 在发烧的这几天里面 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 肌肉特别的酸痛 就像别人打了一样 而且没有力气 那几天我也是在床上一直躺着 不发烧了之后呢 我就开始出现喉咙疼 晚上睡觉的时候会鼻塞 小朋友得了的话呢 也不用特别的担心 如果情况不严重的话呢 就自己在家里多照顾 多观察 如果出现了不可力的情况的话 大家在选择送医 因为现在医院的话呢 也是属于一个 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 整个过程中呢 我也没有吃什么药 就是发烧的时候 吃了一些 吃了部落坟 然后其他的就是 多喝水多排毒 因为我发烧的不高 所以我也没有吃退烧药 就吃点感冒磷 基本上没怎么用药 就是多休息吧 多喝热水就好了 我就第一时间戴上了口罩 自己在家里待到 另外一个小房间去 尽量避免和家人接触 养了之后第一时间就是 戴着口罩 然后让自己的家人在家里面 也基本上是戴好口罩 清洗手吧 康复之后 把整个屋子用那个白醋 烧热之后 拿到房间和各个地方去 打开之后那个气 蒸一下 然后再用那个酒精再杀一遍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真的是不幸中招了之后呢 大家也不要慌 跟感冒一样 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好担心的 大部分人都是一个轻症 没得之前觉得也一般得了之后 现在我觉得大家也用平常心对待就可以了 自从放开之后呢 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上地铁 也不用扫码 也不用做核酸了 快可以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希望明年可以逐渐放开 我们也可以走出去到处去旅游 开放之前 到处都是人 开放之后 基本上没啥人在路上了 长时间开放 可能就开放的前一个月有点影响吧 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怕 然后基本上一个月之后 感染差不多了 基本上80% 90%都已经凶过了嘛 应该影响就不会太大了 万物复苏必有时 你去安来春可期 愿疫情之后再续红乎